花莲港区内第25号码头 23号上午传出了大型吊车掉臂断裂的公安意外 索性船上工作人员及时跳了开来 才没有造成人员损伤 初不了解这一台大型年龄约22年使用时间 造成掉臂断裂的原因可能属于金属疲乏 才会造成尾端第三节伸缩感硬生生的断裂 卸货代理公司也紧紧调来两台大型的吊车前来处理 花莲港区内25号码头23号上午9点多 传出了大型吊车掉被断裂的公安意外 索性船上工作人员及时跳开 没有造成人员损伤 初不了解这台吊车的车离大约是22年的使用时间 吊车保险在5月份要到齐了 造成吊车断裂原因可能是因为金属疲乏 才会造成尾端第三节伸缩感硬生生断裂 卸货代理公司也紧急调来两台大型吊车处理 就大概今天早上9点50分的时候 我们这个煤炭船在限煤的时候 这个移动式起重机的吊车有发生这个断裂 那这台起重机在操作之前呢 我们都有去检查它的合格证书 它的到期日期是在109年5月16号 那操作人也是具有合格的操作证 所以我们就预许它进行这个吊转作业 那在今天早上9点50分的时候就不明的原因 它的吊车发生断裂 那断裂之后我们稿税之后就立即处理 就是这个船舱的装线马上停止 周围就拉起这个安全警示范围 那现在我们有看到画面就是在做这个故障的排除 那预计是在明天可以将这个故障排除之后 就继续做吊转 那首先是人员都没有伤亡一个状况 这一艘将近47000吨 所属澳大利级的运煤货轮 在月18号上午10点38分 进华联港25号码头要进行卸货作业 在今天进行卸煤第五天 没想到就发生了吊车吊被断裂的公安意外 而真正事故原因还有待相关单位进行了解 大华联新闻华联港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